徐老师你说怎么算活过一辈子 所以要改一下 旅行要趁早 旅行也不能太晚 张爱玲的话要改一下 你看少年的精益 穷的时候旅行 刻骨铭心 很好 现在去了海滨 去了很多地方 可是记忆不深 我记忆最深的 我就说我一说再说的 其实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 一年的寒假 一年的寒假 失恋了对不对 你看你又跑活了 甭管是不是失恋 它是这样的 我一个人从厄西 这个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走到这个湘西 其实也不是一定要那么不舒服 但是有的时候呢 好像就是有点找不舒服 比如说那就是那个 小型夜色 不是风餐露宿啊 碰见谁家 就像你 比如说你在那个杰尔吉斯斯坦 可能有什么 homestay就住homestay 没什么homestay 碰见一村 你就住到那村里去了 我也是就住到土家族人的 这个家里 然后跟着人家吃饭 然后呢 你说这个旅途寂寞不寂寞 但是那种寂寞呀 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 你比如说 我印象特别深的 就是那个时候 我就搭上一个车 因为也没有钱 我身上就是带着80块钱 然后呢 呃上了一个香港 那个时候 我就在香港旅行团 香港旅行团的一个长途的那个那个车 哎 蹭上人家的车 我当时呢 只是买了就是三个烧饼 我说一顿饭吃一个 然后呢 那个时候就剩那天最后一个烧饼了 然后我就在嘴边要吃的时候 光当在那个盘山公路上啊 就那个车一震 啪鸡就掉下来了 掉下来 就滚到前面去了 滚到前面去 我说这饿呀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拍了往外看 那个时候我就知道 这个你知道吗 这个耐克旅游鞋 咔一脚 就前面人就踩着那个 哎呀 我就在这车上 我就犹豫 我说这个 过来 我想了半天 我最后就从座位底下 我坐在最后一排 我搭人家车嘛 我从这爬过两排座位 就把那个烧饼 天哪 说人家就手里弄出来 蹭蹭蹭蹭蹭完了 还是吃了 苦不苦也很苦 今天让我再那么干 打座位不行 可是我要说的是 为什么我都50多了 我这个事就跟祥林嫂似的 我跟人说过不下一百遍了 我老说老说 就是说你这个生命 烧饼好吃 徐老师你说怎么算活过一辈子 所以要改一下 旅行要趁早 嗯 旅行也不能太晚 张爱玲的话要改一下 对 你看那少年的精益 穷的时候旅行 这个刻骨铭心 很好 很好 而且你 你们现在去那些 那个那很多杀堆的 你们两个人说什么 雕刻 大时光的雕刻什么 也很苦嘛 我看你们去的那些地方 你说我们那个枪枪行天下 那都是专业团队 在人家的后边保障的 那个 那个真不一样 那你说那么长的路 你精神上是个什么感觉 比如因为那地方 没有公共交通 很多地方 比如你去帕米尔无人区 人家也没有人 没有人去那 那你就得花钱去雇包车 雇当地司机带你去 那其实就这种 反而是这种旅游开发的地方 因为有成熟的线路 所以它你能花很便宜的钱去 那有的地方 这种没人去的地方 反而要花很多钱 所以我不是追求吃苦吧 我觉得是 而是这个过程中 为写书啊 或者是为去看那些地方 不得不吃苦 但也是花了不少钱去吃苦 而且呢 你他 徐老师你讲文学是人学 我发现他有一个什么呢 他到哪啊 喜欢跟人打茬 我发现你就是碰见一人 好像就跟他聊聊 就跟他聊到酒吧去了 晚上就喝酒一块喝 就一路上你得跟多少 就是比如说到塔什干 或者到什么萨马尔罕 可能碰见一个人 跟他打招呼 就是你看旅途当中 你到了异国呀 这种陌生人之间 甚至语言也不太通 他是写法是蛮特别的 游记通常是这个作者本人 很有名 已经是个文人了 他对一个地方 很多都是抒情啊 这个井是为了抒情的 那后来也有一些作家写 比方像朱志钦 他们写欧游 对吧 徐志摩 这个肥冷 那个这个等等 那都是作家 他们观察外面好的东西 看 他有点像小说 对不对 他不是完全是说 我来写这个地方 或者这个国家的风景啊 名胜啊 什么东西 他有很多这个历史的符号 但是马上进入一个很具体的 很小的故事 我佩服他主观上做这样的努力 但从大的这个角度来讲啊 这个也许是中国这个国家发展的一种必然现象 就是叫 以前叫什么 胸怀祖国 放眼世界 现在是真的放眼世界 现在你看各种途径 不仅是参加旅行团 旅行团也好 很多大妈到巴黎 罗浮宫前面跳舞也好 但是像这种出现 某种意义上 它其实也像18、19世纪 英国、法国的很多人在全世界 漫游 对 有这种漫游的感觉 它报道了一个 他们国家所不知道的 在我们这里很普遍的一个东西 它写的时候 也是为了伦敦 或者巴黎的具体的这个读者 以后会越来越多 以后会越来越多 我也蛮好奇一个事情 就是说 你看很多写中国的外国作家 他们的作品被翻译成中文以后 那么中国人很喜欢看他们怎么写自己 对吧 你像比尔波特 像何伟 像那些人 大家很关心 他们怎么写我们 那你写中亚 他们会关心 你怎么看他们吗 对 他们有一个塔吉克斯坦的一个 在首都都上别 我遇到了 在街上遇到了一个小孩 21岁 一个大学生 然后就突然拦住我 就说那个 我能不能跟你 就用中文说的 能不能跟你练习口语 学中文的 对 他是在孔子学院学中文 然后想 拿到孔子学院的奖学金 然后到北京的学校 做这种交换项目 所以他要考试 他要找我练口语 因为我记忆中都是 小时候在街上遇到外国人 然后找他问他能不能练英语口语 然后第一次碰到一个 就是这么一个人 然后还跟我叫哥 说哥 我能不能给你练一下这个 然后当时我虽然就是觉得 没想到 然后也因为有自己想去看的东西 本来想拒绝的 后来我一想 一个想跟你练中文口语 又管你叫哥的人 你真的没办法拒绝 然后我就说 然后我就跟他开始聊 然后他就跟我讲了他的故事 就他想去中国 想去 想去 对他来说 中国是个发达的国家 对他们是 怎么说呢 我觉得是一个很 是一个新兴的一个选择吧 比如之前呢可能是去美国 因为美国现在 不好去 政策也在变化 之前是苏联吧 去俄罗斯也是一个 因为可能更容易去俄罗斯 但是中亚的人去俄罗斯 一般都是做很苦的工作 是吧 就是什么农民工那种的 女的比如做保姆 做清洁工 做建筑工人 没有那种白领的工作 给这些中亚的人 所以现在新兴的一个 中国作为了一个选择 开始出现了 然后这个小孩就想学中文 从二十多岁开始学中文 然后我们就一起 大概在杜尚别 游荡了大概一周的时间 每天他都跟着我 我去哪他跟我去 他们对全苏联的 总体的印象是什么 就是当地的老百姓 是别克斯坦的 他是克斯坦的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 有一些认同吧 文化认同 因为毕竟他们 俄语是他们最重要的 这种基本相当于母语的语言 然后又以前的历史 然后现在他们可能很多 跟外部世界的连接 还是通过俄语 或者通过俄罗斯这个渠道 相比美国的影响和中国的影响 俄罗斯的影响是比他们更大 更大一点 还是更大一点 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有些地方啊 好像是被现代化遗忘的角落 这个在他去的那个中亚 有些地区很多地区都还是这样 你能想象到吗 可能还是前苏联时候的景观 但是呢这个旅游就好像堕入了另一过去的某个时空 也有一些那个照片 正好咱们这个创为电视可以放放照片啊 这个是哈萨克斯坦的那个苏联的核爆试验场 就是前苏联说是第一颗原子弹 对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了 然后最后这个弹坑形成了一个弧 然后他们治理了很长时间嘛 就是苏联解体以后 这是我在那个核爆试验场穿着那个防护服 现在还有放射性啊 对 然后就刚才那个其实我还想讲后面的故事还挺有意思 那个那个叫那个小孩嘛 他叫幸运 自己起名叫幸运 中文的自己中文名叫幸运 对 然后后来就是我 我遇到他以后跟他走了这么几天 然后回去以后我就写这个书的时候 我一般都会在杂志上先发一下 赚点稿费嘛 然后发了那个以后 就可能被转到塔吉克的华人群里头了 因为华人群也不多嘛 那个就转到那个圈子里了 然后他们老师也看到了 可能大使馆负责这个考试的这个人也看到了 然后他就考试的时候就被认出来了 就知道啊这个听他这个故事啊 他就看过知道 然后他就真的后来被选上这个 这个孔子学院的这个项目 然后就到北京上学来了 偶遇改变命运啊 为中台人民有益做出贡献的吧 而且他们等于说 对于跟中国的这个影响非常认可 对吧 有一种关注他 因为他本来你看 要么是俄罗斯 要么是口口可乐 对不对 现在中国提供一个不同的文化选择 对 其实这个转变就这个十年 其实特别大 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刚刚就是去埃及去留学的时候 我问他们当地人 比如对于中国的印象这样那样 就比如说一开始他们会觉得中国的 就这个made in china 相对来说在那个时候还是一种比较比较廉价 质量不太好的这个东西 到你这个时候已经变成是好的东西 对吗 好像在很多中亚国家 相对来说提高了 对被认为是非常好的东西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这里面时间的很多这个变化 其实很多的这个旅行作家 他们的东西产生的影响力 或者说之所以受到关注 就跟他这个社会这个文化发展到 那个时候需要怎么去看世界 这件事情就特别的有关系 我记得就是一个就是就是做美食的那个 那个博尔顿 安东尼博尔顿 为什么他的就是这个美食节目那么受关注 是因为那个时候美国人 他们只知道吃就是他们的这个东西 对于东南亚对于其他文化 还有东西吃这件事情都都不知道 所以他有一种突然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就像你这本书就非常之畅销 很多人在说是为什么呢 就是为什么大家对一个 书很畅销 他非常畅销 对也还好 你过半第一名是吧那时候 对够下一趟旅行的 对你觉得为什么大家突然 对你写一个中亚那么的感兴趣 我自己觉得我看了 第一我觉得你非常用功 那么第二件事情我也其实蛮困惑想问你 就是说一个方面 现在我们觉得大家对旅行这件事 或者说对于外部世界 想知道他的兴趣 我自己觉得是在缩减的 就是很多人去旅行没错 但是旅行的这个地方 对他来说是个美术背景 到那儿我拍婚纱照什么 说什么我去哪都可以 人家不是有这种服务吗 去拍个照片干嘛干嘛 打个卡 真正去想了解这个当地的人 当地的历史风物的兴趣 我觉得正在减少 但另外一方面 你看大家对你这个书的欢迎 是不是又出现了一个极大的热忱 是什么呢 就像帕米尔高原 在远方有一个山在那儿 我关注的其实是在山下生活的人 我觉得打动人的可能是 还是那个人的故事 人的命运 跟我们同样的人 然后因为生活在不同的地方 他的命运跟我们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是这种人性的东西 有更打动人的东西 而不仅仅是历史知识 我觉得那些东西可能就是一个 像山一样是个背景 有一种旅行 感觉是没有人的 我们直接跟当地的人不发生关系 去那儿就是什么东西好玩 什么东西好吃 什么东西好看 这是一种 但是他呢 是特别爱跟那儿的人打交道 你看我这儿还折了脚 我就一直想问问你的 是在吉尔吉斯斯坦吧 对 你知道他在吉尔吉斯斯坦 在那个湖边碰见俩姑娘 这碰见俩姑娘呢 聊得挺好 俩姑娘就说 咱们去吃饭呢 这附近有个特别好的餐厅 吃这个湖里的这个鱼特别好 然后呢 他就去了 去了之后呢 后来发现呢 俩姑娘都是盛装啊 打扮得特别好 然后在他面前跳舞啊 很开心 但是我发现呢 这个紫超啊 也是这个怎么说呢 有点人情世故啊 你说 你如果比我说强 那这俩姑娘什么心思呢 他们其实是在吉尔吉斯生活的俄罗斯人 就他的那个民族是俄罗斯族 所以等于是 然后那个湖 那个伊赛克湖周边 就是解体以后 很多俄罗斯人都迁回 迁回这个俄罗斯了嘛 他们算是遗留下来的 所以在他们在那也有一种 就给人一种格格不入感吧 因为周围都是吉尔吉斯人 所以他们看到一个外国人的时候 还挺兴奋的 然后我当时的心思 其实是像刚才说的 我想跟人相遇 为什么呢 我觉得因为写作的话 必须要写人 对 我觉得旅行跟旅游的一个本质区别 就是旅行要遇到人 旅游的话 其实是它是 我觉得是工业革命以后 机器解放了人的身体 你要去出去休闲的 你要放松的 所以那你就不用 干嘛还那么累的 跟人打交道 只是享受生活就好 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 但是如果是旅行 要写东西的话 我觉得觉得 必须得跟人相遇 所以在当地 在那个伊塞赫湖畔的时候 我就看到这么两个人 在我去那个湖里游泳 他们在那铺着一个 沙滩上铺着一个毛毯 在那喝酒 穿着那个泳装 然后他们看到我 可能喝得有点 已经有点醉了 就主动跟我打招呼 就因为看到外国人 因为那地方很少有外国人去 就让我过来 然后过来以后 我就过去了 然后过去 他们吃了一惊 因为没想到 我真的会过去 然后两个人就往旁边 挪了挪了挪 让我把中间那个毛毯 那个部分让给我了 然后我就坐下来 跟他们一块 你坐在俩姑娘中间 对 然后我滴了这瓶酒 啤酒 我本来是自己到那个湖边去喝的 然后他们看到那个酒 可能就叫我了吧 想喝酒 然后我就给他们倒了 然后就一块喝 然后我是怎么对他们感兴趣的呢 就是 他说了一句话 其中一个女孩说了一句话 他说那个 因为我跟他们干了嘛 我干得很痛快 就一下就干了 一杯啤酒 他说 我看你喝酒挺像俄罗斯人的 那你的教养是不是像欧洲人 就他自己有一个区分 就是欧洲人的教养比俄罗斯人 在他们看来 就当地的俄罗斯人 或者之前的那个 他们生活周围那些人 都是酗酒啊 然后打老婆啊 都是那种的 所以他们会觉得 欧洲人喝酒很有教养 然后他看我这么喝酒 他说你喝酒挺像俄罗斯人 那你教养是不是像欧洲人 然后我听了这句话以后 我觉得这两个人挺有意思 好像是我要寻找的那种 会发生故事的人 然后我就决定跟他们喝到底 你教 然后我说我的教养像中国人 他说那个 那中国人 我们听说中国人都那个 都不喝醉 我说是 他说那个 他说这边的人都喝 就是都酗酒 喝完就喝醉了就打老婆 然后问我中国人打老婆吗 中国男人打老婆吗 我说一般不打 你应该说我还没老婆 他说一般不打 然后他说 我们喜欢中国人 然后就 就坐下来跟他们发生了这个 这个继续的这个交流 之后他们就说啊 要不要去镇上的一个餐厅吃饭 那个地方的鱼很有特色 然后我说行 然后我们就 收拾东西 完了就往回走 路上就没有车 打了一辆黑车 打了辆黑车以后 坐上去以后 他们捅了我一下 说那个 开了一半的时候 说能不能回去换一下衣服 对我说行 然后就 那车就掉了个头 就回他们住的地方了 因为住的地方 就是一片荒野上的一个那种 有点像我们北方那种 筒子楼 那种感觉的那种房子 因为那个时候也是他们同一个时代建的 就赫鲁晓夫时代建的 然后现在已经变得就是很破败吧 歪歪扭扭的那种 然后他们就进去了 进去以后 那个 我就坐在那车里 跟那个 那个吉尔吉斯那黑车司机 那个人会说两句英语 英语 就跟我说 能感受到就是 作为一个吉尔吉斯的当地的男的 对这种俄罗斯女的 他们也看不起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是在那儿那种环境下 其实是一种非常 既格格不入 就是 又没有身份的归属感 所以 那种感觉就我觉得一下就体会到了 后来那个人就 那两个女孩就出来了 就是像你刚才说的 就换了一身衣服 因为是 有那种去大城市要去 party那种 那种盛庄的感觉 大事 是吧 去餐厅 然后化了妆 然后换了一身衣服 然后我们就去了那个餐厅 后来就是他跟那个 我觉得他当时可能他也没想怎么样吧 然后可能到了那个餐厅以后 看我可能也没怎么计较 这些他们点菜这些事吧 就觉得那要不然再多转一点 然后我就可能跟他那个女招待 那个吉尔吉斯人就说吉尔吉斯语 说你 就是那个酒啊 你多加几个 这个 这个什么呀 零头啊之类的 对 我关心的是你这书里没写 就是最后呢 这个紫超一看 看到账单 账单不对啊 哎 这俩女的 嗯 看出来了 但是你没写 那最后你是就认了呢 还是 哦 没有 我就画出来了嘛 因为我们点那个酒 没点那么多 最后你就不肯让他们把你这钱给挣了 对对 然后我就跟那个女招待说 这个这个这个账单好像不对 然后 就是中国人的教养 中国人的教养 就中国 我以为要叫我 也就那就算了嘛 对吧 骗就骗了嘛 对吧 对 我都想这个 我们中国的面子不能由我给丢了 对不对 这说明紫超还是个仔细人 你别说 主要是那个 你不愿意上这个当就是说 不是 我就是 主要是这个啊 他那个有点稍微多了点 要稍微少一点我就算了 然后就比那个实际的要多的比较多吧 多了一倍多 然后我就想 我就因为给看出来了 就画出来了 所以你看 他这个旅程当中 你要跟人打交道 就各种各样这个有意思的人 你让我想起 我这个当年曾经有过的一些幻想 比如说像上个世纪 就是60年代 美国60年代 很多年轻人 也是 那个时候是世界性的一个一个青年的潮流 就是 包括你像那个约翰列农啊 Beatles他们这些人 就是 凯罗亚克 就对凯罗亚克在路上 然后就是跑到印度去 找什么新领导师 有些人可能就是上喜马拉雅山 也是穷啊 这年轻人 照咱今天讲你不找工作嘛 你就你你不挣钱嘛 但是那个时候 好像这个很多年轻人 就是留着长头发 穿着破牛仔裤 然后也就是开着辆 就是什么 哪都响的 那个破车 几个男男女女就横穿 美国东部 到这个这个西部 你知道我们还有一个朋友 是台湾的一个作家 就是舒国志嘛 嗯 舒国志 一直到很老了 到现在 呃 才稍微安顿下来 他这一辈子的 你看观点就是 我不要买房子 我就是 也不要挣那么多的钱 我就是 就是他在美国 他游遍了美国 所有的州 但是实际上兜里 也没有几分钱 但是对他来说呢 就是一种体验 我觉得我其实也有目的 但我的目的是 可能是写作方面的目的 嗯 不是那种 纯物质性的目的 然后我觉得 其实现在这个社会 又回到那个潮流吧 比如现在 呃 西方最流行的一种 就是年轻人最流行的 一种方式叫nomad digital nomad 电子游幕 电子游幕 对 就是说你有了一个 因为现在这种 网络很发达了 你不用去公司上班 你不用做 朝九晚五的这种工作 你接这些散活 你这种电脑 你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工作 然后他们很多就是 变成了这种电子游幕 拿着一个笔记本电脑 完了就全世界的在 在玩 然后在旅行 然后每天晚上跟他回去以后 干会儿 干会儿活 拿那电脑 干会儿活把那发过